不知不觉2023年已经到来 就在一年前 美国一家初创公司研发了夸特马高超音速飞机 为了吸引军方投资 该机有个简陋的玻璃缸外壳 里面安装一台二手J85小型窝喷发动机 后面套上一节管子 从压器机向管子里引气 与没有混合点燃产生推力 从而实现前段的窝喷 和后段压燃冲压发动机的组合循环 演示时 机身里通入一根压缩空气软管 使冲压发动机点燃冒出很长的尾焰 然后宣布明年是非并可达到5马赫 而一年后的今天 这个玻璃缸壳子不禁让人想起了 下周就回国的谚语 既然是PPT造车 本期就由一名正在国外深造航空技术的粉丝 来演示一种亚燃超燃双循环冲压发动机 以及由此衍生的斜爆震冲压发动机 安装这种发动机的PPT飞机呈三角形 它的发动机在肚子底下 打开侧板观察 原来就是个空心的盒子 肌腹的斜面和下侧的唇口 构成了发动机的进气道 后面是一节隔离段 再往后是燃烧式 最后是尾喷管 该机由窝喷或窝扇发动机 推动到超音速 气流通过肌腹斜面和进气道唇口的斜击波时 被偏转并压缩 进入隔离段 这段的作用是将燃烧式和进气道隔开 隔离段的超音速气流会与负面层互相导动 使负面层出现波浪起伏并分离 制造了一串弓形激波链 气流穿过时反复被激波减速 又被膨胀波加速 最后以压音速进入燃烧式 飞行马赫数超过2.5 燃烧式壁面上的凹坑就喷出煤油 同时在凹坑的减速气流中点燃 并在燃烧式中 稀释到恰当的混合笔继续燃烧 高压废气则通过喷管膨胀做工 形成推力 于是进入压燃冲压工作模式 当飞行马赫数超过3.5 隔离段的弓形激波被拉长 变成斜激波链 使压缩空气以超音速进入燃烧式 由于进气量提高 燃气反压也相应增大 激波链被推动前移 以支持更多的煤油 在超音速气流中燃烧 这就变成了超燃冲压发动机 因此通过隔离段来承受燃烧式的反压 就可以让进气道预度提高 实现压燃和超燃的无缝转换 并因此将超燃冲压的启动速度 从5-6马赫降低到3马赫左右 从而扩大了工作范围 但是这还不够理想 由于凹坑喷出的煤油 是在一边混合一边点燃 导致燃烧并不充分 因此在燃烧式出口设置一个蝎子 通过它制造一道强劲的斜激波 让混合器穿过瞬间 被拨面的高温诱导点燃爆炸 这样煤油就可在前面充分混合 从而实现几乎百分之百的完全燃烧 同时爆炸制造了可燃气中的激波 叫做暴震波 燃烧反应都集中在了波后的薄层上 并以一定马赫数向燃烧式前后传导 这导致如果逆风上行的暴震波 马赫数过大 就会相对发动机前进 使前方过浓的混合器被点燃而损失推力 如果暴震波的马赫数过小 又会顺风后退 使燃烧层离开了燃烧式 同样会损失推力 因此要根据进气道的流速 准确调节燃料混合比和斜面的坡度 使暴震波的马赫数和来流相等 从而静止在斜面上方 与诱导机波形成稳定偶合 这样燃烧薄层就会被限制在 歇斯附近的狭窄区域里 这就是斜暴震冲压发动机 这种发动机虽然燃料燃烧足够充分 但诱导机波和暴震波 造成了燃烧过程的压力损失 二者相抵 在飞行马赫数十一 飞行高度35千米时 斜暴震冲压发动机的燃料比冲 约1100秒 大约是普通超燃冲压发动机燃料比冲的75% 但斜暴震发动机的燃烧反应 都集中在薄层里 又可使燃烧式长度 缩短为普通超燃冲压发动机的五分之一 并减少了冷却空气用量 因此结构减重十分明显 综合效率反而更高 从这名投稿学生的介绍看 斜暴震发动机是一种 可用于高超声速飞行器的 新型动力系统 它的飞行马赫数比论上限可达到17 大约每小时18000公里 并且这种发动机结构简单重量轻 没有运动部件 似乎路边随便找一个铁皮加工作坊就能生产 所以这无论是用于高超声速武器 还是单级入轨的空天飞行器 亦或是下周就回国的PPT造飞机 都是极好的选择 高掌 踏人 踏人 利 Dire 掌